应该是一个奇迹贼 看到这边蓝色幼龙 不过稍微有一点点卡手 所以还好 那对面的这个 恩佐斯 对面的这个树是 恩佐斯的树是吗 应该是恩佐斯的树是 不知道你玩那个魔兽的时候 对这个安琪拉这个副本 有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 安琪拉是60年代初期的一个副本 对的 因为那个时候 我都忘记这个就是有双子什么的 但是在这个版本里面 又重新换起了 40个人的副本 是换起了我们对它的一个记忆 但是真的是难打 其实安琪拉印象比较深刻的 就是它里面那些钓的那些坐骑 是 蜘蛛 虫子 就是那些虫子 有的是只能在安琪拉里面骑的 是有的可以骑出来 对只有一个黑色的骑的 然后是一个幅只有一个 是 好那看到这边的话 对面上了一个麦田傀儡 嗯 然后 可能看一下今天会怎么打 这个麦田傀儡这张卡比较身材太好了 对 消失了三个版本之后 消失两个版本之后再一次回到了我们场上 配合叫嚣 然后再用 这个会配合叫嚣吗 嗯 这个时候它用被刺加军期有点亏 所以说它还是选择叫嚣一下 先看一下抽到的石人物牌呢 是一个大被刺 算一个超级被刺 超级小被刺 这样的话最起码能战场 嗯 那这个时候对面跌出了一个巨人 是 一个山人巨人 加一个死亡缠绕 死亡缠绕 解掉二一 看一下我们的盗贼 这个时候又有点难题了 根本解不掉这种八杠八的身材 特别好的怪 五费的 贼的话 五费能解掉八八巨人的话 可能也就刺杀 是的 但是他应该没有带刺杀这张牌 或者是没有抽到 蓝龙过一张牌 这当然我可能并没有什么用 直接打脸 直接打脸 那这边八八的话 应该会 看一下 八八先吃掉四四 没什么问题 好 看到这边 这个术士也是带了一个工匠 可能现在工匠 又被大家用起来了 是 确实这张牌 解一些大牌 还是挺好解的 是的 因为这边暗影一线 我们暗影一线 直接解掉 架盾 然后打脸 因为他知道 谁这边是 在加血方面 是比较薄弱的 没错 好像还是解不了 这边被刺 加 刺骨 六斤 我总是把这个刺骨 说成屁股 就是说 打魔兽的时候 五星剃骨 五星钉刺 看一下 如何做解场呢 这边一个被刺 加一个刺骨 再加军期 有点太亏了 好像并没有什么别的 更好的办法了 可以 加个阿克斯之盾 或者说 他上一个蓝龙之后 一个被刺先解掉二三 然后看之后 那南东就被白吃了 嗯 巧合合 用一个 焦点一张刺骨吧 好尴尬 是有点尴尬 这边上了一个感染牛头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想用脸剪吗 大哥里脸不好 好像有点痛啊 这样的话 这个直接一个巨人造成了16点的伤害啊 是 还是很亏的 对 然后说是 然后现在上了一个大地 谁变了 打的 对 直接丢一个大地 先减六费 血量压下去很多 是的 那么这边有药膏了 也没用了 接下来我觉得 就算有机会解怪 这个刀应该也会 只能看着 上个蓝龙 然后被刺 然后解掉 大地肯定是要解了 大地一定要解的 不然要出事情 这边萨尔诺斯 但是没什么用啊 被刺只有三点 没错 那么交交易让被刺挂一个刀 或者说上一个优岸尘商贩都非常不错 那这边上一个优岸尘商贩 上个优岸尘会 或许会比较好 毕竟这样 这次解掉下地 然后 大地肯定需要解 这边选择地域热量了 那这边看一下 对面可以出 被感染的牛头人可以直接丢 这样子上了 也还可以吧 因为他知道贼其实也没有什么大哥 没错 好 那边这边可以上的就比较 但是对面上了一个小 这个小鬼的话 就没有办法扔炸弹了 而且死之后 拉了对面一个最强的怪 虚空行者 那贼这边的血量还是比较低的 只有十一血了 虚空行者说 你为什么要召唤我 结果这个 瓦雷拉说 我一点都不想让你 我自从看了魔兽的电影之后 看到孤儿端 我就有一种害怕的感觉 为什么 就是 就是他变得特别丑 是这样吗 嗯 今天我觉得可以都上了吧 他能过张牌呢 反正你也赢不了了 不好赢了 反正基本上是积极了 没什么太多机会 对 对 这边再一个 过张牌 过张牌 那也像那个牛方人 像顿 过张牌吗 过了吧 血量还是挺贴的 很健康的 对 对 对面还有个小软 那小软的话 这回合 如果还用棉砍的话 真的会很痛啊 这时候我觉得可以 交回铁隐藏者了 交了吧 或者说先用脸解掉 对面的 反正这局也就这样了 对 最有解也就那样了 你选择贼这个职业 就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啊 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对 这个职业本来就是一个 很厉害的职业 然后脸砍掉 二 三 然后再上 头弹者 这有几个 看起来好像场面很华丽 实际上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实际上这个脸已经 痛得不行了 没错 这时候可以上个恩佐斯了 对 恩佐斯 虽然说没有什么 网语的追捧 但是我觉得这个铺场的 你还是没办法解掉这个武器 对的 这边架一个盾 架到自己的圣盾身上 圣盾一 架一个盾之后 秒变高复帅 讨讽 圣盾 这边架一个人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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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这样了吧 加到一一和四三中间 嗯 然后 额 圣盾撞掉二三一 撞掉二三 然后四三配合特攻 解掉武器 哎 只能这样啊 大哥你为什么这样啊 这样浪费掉了 有点的攻击力啊 这个人 直接打脸 肯定是不见识的 打脸打得有点晚 而且血线也被压得比较低 对面好在没有拿到一个墙啊 嗯 应该上大王了 没大王 对 这边应该打不死他 算一下 应该死不了 死不了 哦 算了 还可以再转一个 就是 是的 我好久没看到大王上场了 大王的话 现在大王说 哦 冷血 但是留给他的时间却没有了 没有 如果再来一张冷血的话 那这一场还不好说了 没有连机啊 没错 这没有连机就比较尴尬 这张牌就要憋一下 你贪不贪呢 你不用贪了 这一场已经结束了 贪不贪的 贪不贪的 解不到 呃 一一撞掉 二一 三三撞 直接手撕吧 尊严 尊严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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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亏 是吧 不丢人 老子 恭喜全名晚高啊 暂时 一比你领先 但是啊 又回到这个话题啊 为什么会拿出贼这个职业 对啊 我也是想不明白 你哪怕去用一些 拿个什么萨满什么的 拿一个天梯高升率的职业 拿一个猎人也好呀 对吧 为什么他们能在天 这么险恶的天梯环境中 脱营而出 升率还会保持那么高 就是因为他们 呃 这种职业能吃掉更多的职业啊 是的 他选择贼这个职业 可能 他之前可能玩贼玩的比较多 觉得自己套路比较深 没错啊 这个贼很感觉 对面 这个术士 可能我们会想到 动物元术士大王术 但是 恩索斯术士 确实 但是 话说回来 你无论任何一种的术士 打贼好像都是优势 都是一个很优势的对局 动物元术的话 没几下 可能打到个三四回合 这个贼卖脸就卖的 就十多滴血了 因为你一直都在用自己的脸 去解对面的怪 那就非常的伤 尤其是解那个巴巴 没错 而且 巴巴巨人的时候感觉 十六血就没有了 是 这个解的还是有点伤的 但是并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你就算 你前面拿到两张刺骨 全部用在这个石头身上 也效果还是不好 对 自己还是很难打 因为你到后面他还是 因为术士到后面 还是有很多大哥 原人不断的打关 对 你光这么几张牌是根本没有办法解的 血奏也打不出来 没错 而且我觉得这个盗贼的一个铺场的时机 大概是在四五倍的时候 才能把这个场面铺的出去 或者说奇迹贼的话 发力要更晚了 可能在七八倍才能发挥自己的一个作用 好的 那刚才术士是跑掉了之后 接下来就是用战士 看到这边他也是一个科苏恩战士 科苏恩战士可能现在用的比较多 毕竟在七费的时候可以配合 疊甲 对 疊二十层护甲 二十层护甲的话 一般对对面是一种绝望 是的 那看到贼这边的话 一费是没有东西可以上的 直接过吧 叫嚣如果这样上的话 会有一点亏感觉 太亏了 对 但是叫嚣仿佛呢 战士解他也挺亏的 啊 直接丢一个叫嚣 那战士这边只能二费上个 我则砍掉 哎呀 我感觉 盗贼这边还是比较不好打 嗯 战士 完全有牛逼啊 没关系啊 让你上啊 随便你 我这边还有乱斗呢 好 那这边 三费他可以上一个 苦痛失僧 第一把斧子 加上蓝猫 截掉 我刚才以为他会上蓝猫 截掉 截掉二二 因为拿到了一个战戈指挥关 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丢战戈指挥关了 会被砍掉的呀 知道对面有斧子 对面有一把斧子 对 好 那这边上了一个东西 因为 都是 砍的话我会砍那个中式 这样的话让对面白过一张牌 他还是下回合会先过的 也不一定 那不一定 嗯 对 啊 不过这样也好 可能猜到对面有石化迅猫猫 这边这个 他刚才是有跟这个贼打过的 所以基本上贼有些什么牌的可能性 你都比较清楚 没错 原上有这样的指挥关吗 还是直接把这个石化迅猫猫龙丢出去 也不错 三飞三四 一个很好的身材 可以让自己战场 我感觉这个盗贼的 这把刀 还是很漂亮的啊 不说 不说这把刀 就是他这个技能 感觉插在 全是金字还是钻石的那种地方 闪闪发亮 这两个人的 都是用了自己 都是金色技能的英雄 没错 我看起来也那样了 你木板上面 香脸金 我这边好像我匕首插的全是翡翠 还是 还是宝石啊 我上去抓一把 是不是 回头我们可以吃麻辣烫了 那这边的话 看一下 可以把 这个圣盾真的很讨厌 非常讨厌的 贼打圣盾 特别难 你说 又连结了 又痛 而且圣盾的怪 往往这种血量比较低 攻击的还特别高 那这边的话 三四的话 看应该是撞掉苦痛 是的 这个四二有诺森 诺森德的身材 现在打脸 我已经看到结局了 我感到 战士我觉得一点都不需要还 这样打吗 直接垫死他 对 再来一点 这边还 太舒服啊 场面炸的好爽 是啊 这边还拿了火车王完全卡手 这没有办法 但是好在手里有一个黑铁隐藏者 可以解一波场面 效果又就那样了 看一下他如何做抉择呢 这边应该 就算解场的话 这个如果是用黑铁的话 二次是解 没办法解的 因为费用不太够 没错 但是也只能这样了 反正这个二次 这边姐姐派了一个写题 那等会我觉得可能 他可能想再别一别 对 那这边 你不解场吗 这个牛不好解 我觉得解 还不如让这个四公牛在场上 那这个同学跟你说一下 还像 其实我喜欢打脸 这个同学 让他在场上 待了两个回合了 他如果不吃同学下回合 就对二十甲了 没错 你看他的那张牌 已经等待着很久了 这边一个刺骨 解一下四二 然后一个大胃刺吗 还是很痛的 也是我们这个盗贼职业的 一个弱点 不用连锦 就一个锦 好 这边直接黑铁 穿着 清一个场 嗯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暂时还是会上上了 好像 因为他这张牌是带两张的 那下回合应该可以上 图哈特了 图哈特或大罗斯 都可以 都可以 图哈特比较我人 对图哈特 因为他在阵子每一回合 加四点护甲的话 那贼这边是 已经打到很厉害了 因为他不仅要 他不断地用法术 对 他不仅要结场 他还要去打到 每一回合的四点护甲的话 会可以 这样 他这边选择被刺 然后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留到受伤的一种 要防一下战士的乱斗 亂斗之类的 对的 那么我们叫个指挥官 转一个刀嘛 他可能刺骨要留给一些 这个大螺丝要是打脸 这个到底很无语啊 我什么都没说 我什么都没说 被你毒奶一口 直接一口鲜血喷出来 那这个大螺丝是必须要解了 大螺丝他可以不解的 下回合你再说 这个大螺丝可以打脸 要不就闷棍闷回去 下回合再上一次再打脸 他只有闷棍吧 抢一下节奏 如果他不闷棍的话 这场要走远了 我还是可以的 比如说上个火车王 抢一波脸 算一下25点 刺骨 这个把伤害全部打出去了 刺骨这个时候丢吧 不丢的话 两个刺骨也就10点伤害 奔回去 两个刺骨 还是说火车王 还是选择刺骨 这回还是 他应该会两个刺骨 因为两个刺骨就10点伤害 他已经没有拦笼了 是的 他觉得 他觉得伤害够了 对面这个时候血量也比较低啊 就9点伤害了 没错 一个暴女使使鬼 他这边没有乱斗 也是比较难解的 没错 看一下他会怎么 猛击一下23 看一下能抽到什么样的牌呢 猛击一下43也可以 猛击一下43 先猛击啊 先猛击 说不定猛击一个乱动呢 你还记得当时打双子的战斗过程吗 我觉得 我觉得 你说魔兽世界里的打双子啊 是 嗯 已经很遥远了 已经不能再难了吧 嗯 那个时候确实挺辛苦 基本上要打半个月 到一个月 是 我觉得比后期打太阳锦还要难 太阳锦感觉最初的时候有点难 但是阿曼尼这个副本出了之后 这边贼赢了 是 算好来了一个冷血 这边恭喜贼 我们的阿西伊森同学 用贼回击了一下我们啊 谁说贼不行的 我吃准的就是战士 好 那这边一比一平的话 接下来就是战士内战了 战士打战士 但是我们战士全门网高 这位同学的战士 已经把牌组露出来了 对 但是我们伊森同学 他的战士却没有显现出来 也就是说接下来队局里面 我们的全门网高同学 他是战劣势的 嗯 那两个战士内战的话 可能就是 嗯 比后期了 没错 因为前期的话 没错 谁都不可能说 非常快的节奏去打死对方 是 呃 战士 与战士内战 前期我觉得 没什么好处的牌吧 就算龙战 打土豪战 前期也不会丢太多的 就正常出牌啊 有什么上什么 然后 要么就是憋牌 不会什么抢节奏 什么两倍跳跳飞啊 上个什么苦痛失僧什么的 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出现吧 抢节奏应该不会 因为他没有办法抢节奏 是 战士 打战士 一般这种对局 时长也比较久啊 对 非常 时间非常长 如果打的 基本上很多时候 就是手上的牌都已经打没有了 然后还没有结束 然后 有的时候 比如说有挖宝战的话 呃 到最后黄金元一出来 就是传说对战了 传说卡对战 呃 就说到这个 就憋尿局啊 嗯 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就是说两边不停地在抽牌 就是 两边牧师一直用思维窃取 一直在偷 一直在偷就是 这个思维窃取 就偷的满手牌都是思维窃取 就是 有没有就是一直抽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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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到最后 爆牌 就是自己把自己抽死了 不是抽死了 就是双方卡组一直有牌 哦哦 但是思维窃取 偷到别人的思维窃取 不是思维窃取 不是思维窃取 有这种情况就是说 会让自己的牌组就是一直存在 好比有一个卡叫马洛恩 死了之后会回排库 然后复制马洛恩 但是 一直会回排库 但是 对撞 两边对撞 我记得好像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 就是谁先起手 谁就先死 谁先起手 谁先输对吧 大概在四五十回合差不多 对 因为到后面的话 没有排的话 你还是会 两个人都没有排出了 就等系统自动掉血 自动崩溃掉 对 谁先起手 谁先死 哦 这边的 我们观战这一方是拿到了一个小软 在前期的对阵里面肯定会吃掉一把斧子 那这边肯定是一个科斯文战士 两个边都是科斯文战士啊 嗯 看谁憋得更久了 可见现在科斯文战士也是一个主流啊 没错 用的人还是非常多 你觉得好战胜率高 还是科斯文胜率高 这个我真不好说 那这边小斧子 那肯定会被你吃掉了啊 这个太转了 加个盾吧 过张牌 过张牌也可以是吧 嗯 或者吃掉小软吃掉 小软吃掉吧 吃掉之后还会一张怪 对 小软吃掉一个 没有砍过的斧子 还是很转的 没错 那就看他贪不贪 就这个没必要贪啊 万一他对面三倍 哎 他贪了 因为他想 他只要不上牌 对面 对面不会砍 但是他没有想到 对面三倍可能上怪 你还要解怪的 节奏可能让出去了 对啊 为什么要加个盾呢 好 对面这个时候 上了一个科斯文战士 这个有点头痛 这张牌是战士比较多 那张牌 因为他有个盾 没错 战士不可能用一张卡来解的掉 这边上一丝竹心啊 你刚刚可以吃刀的 而且你不知道对面带没带屑吼 想不明白 这个小软如果是我的话 两倍我就打进去了 我憋不住的 我也是憋不住 我肯定会上了 我根本想不到 什么人会这么老到 这都能憋得住 你把 对啊 有时候你小软能吃 一个耐久的斧子 都挺赚的 有两个耐久的斧子你不吃 那战士其实也没有什么武器了呀 也就小斧子了呀 小斧子血吼 也就这样了 这边先砍了一刀再猛击啊 这把就比较尴尬了 这个4-2真的很难解 我们刚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说 他先砍了一刀再猛击 也就是说他不想抽更多的牌 他知道这一局可能会打到疲劳 这个4-2可能就直接把你打崩了 我觉得 他觉得手上的牌应该是过吧 但也有可能是失误 失误的情况比较大吧 毕竟手牌现在不如对面呀 对呀应该先猛击 他可能想一开始先连砍了之后 用4-2去吃 但是后来想了想 又换成猛击了 我估计是这样吧 因为他觉得有个趁盾 战士真的没办法解 如果你用4-2去吃的话 那对面如果有斧子的话 就可以很轻松的解掉 没错 里面上虎头吗 绝对虎头 他如果是刚刚猛击 对了的话 按照他的意思来 这个苦痛师僧是绝对不会再上场的 上场就是给自己疲劳 但我觉得除了两张苦痛师僧之外 他手里只有4张牌了 刚那个猛击过一张牌 其实也没什么问题的 战士还是要拖的 拖一张苦痛师僧 打战士就是比耐心 现在手上有乱斗他也不急 但他现在如果去吃这个斧子的话 就真的是 你为什么不早点吃呢 对呀就真的很亏了 想了想 哎呀 变一环 还是算了 这边又叠了一个护甲 双方这一局打的肯定会很久很久 这边拿了一个猛击 猛击一下看看能拿到什么样的卡呢 说不定拿一个什么蓝猫之类的也不一定 猛击吧 看一下拿到了什么 哎 好像来得很很快啊 对 过一张牌 要不要这边抽到图花特 嗯 这边应该是一个顿猛 直接解掉这个42吗 想想还是不解了 他又贪了 2 4 6 8 9 哎呀这个人好贪啊 可能是他手上有乱斗 他可能觉得自己 对护甲能力比较好 但是对面也不上怪了呀 这回合上一个图花特 图花特送给你 图花特会被这个斧子解掉 你想想也太亏了 上了一个邪灵召唤师 这张召唤师 上个图花特 那现在的科斯文 其实啊 身材是非常差的 只有一个88的科斯文 那88科斯文 88科斯文的话 他下回合 呃 他手上的那张鸡肺的牌 是没有办法上去堆十点护甲的 然后他手上的大地也上不去 也要等 这边 这边 古董师村还是发挥了他在场上的效果啊 打出一点伤害 补了一个尾刀 这个42活了好久啊 第42已经打了12点伤害了 这边也来了一个随从 那这个随从肯定是要上的 如果不上的话大而第一是上不去的 看了之后可以上一个 他可能考虑到自己的手牌比较多了 不需要太多的过牌 这个护甲堆起来太恶心了 是的 看他吃不吃这个4 想想 我觉得 稳一点的话就吃吧 肯定要换掉对面的一个4-2 因为他在场上已经打足了伤害了 到最后也没有亏 如果不吃6-3就被他吃了 还不如吃个42 留个6-3 他选择顿猛 这只真的一点都不贪 双子皇帝 双子皇帝 摆出来 双子皇帝也会被这个图阿特使用 图阿特其实他上场就是要一个战好的效果 这样还发挥他自己本来 他的六功的作用了 这样图阿特显得像一个六七费的一个怪了 本来感觉这个身材嘛 太 身材太差了 是 像一个三四费的身材 那三血 三血的怪嘛 两费就有了 好的 6-3吃掉一个条 然后看一下 4-2搭配 搭配什么来吃掉这个皇帝呢 他可能不吃 他可能不吃 上个大地 有可能 他抱见食吃鬼好像也打不死啊 这个没什么用吧 是的 就算要上食吃鬼 先上个苦痛吧 有可能他不想过拍 好像选择 直接猛掉啊 上自己的4-2 再次 打压一下对面的血量 这边真的是已经有50多点的血量了 而对手 只有他的一半 这边女王来了 刷一波甲 把对面的 六六 的能量 然后再加一个 双方真的是叠甲叠甲再叠甲 很有可能打到疲劳啊 这个圣洞22 真的是一个难题 通法 解不掉 断猛打不死 这个信徒还是可以的 可以解掉一个4-2 这个小蓝猫来的非常的 是时候 解掉一个4-2 非常不错 肯定要下蓝猫的吧 就不用想了 看他这边这个蓝猫是打不打 如果不打的话 蓝猫肯定 会上场吧 用用打脸吗 他是想让对面来解他 为什么会这样啊 这样打呢 想不明白 但我感觉套路好像很深的样子 是套路深呢 还是我太菜了 看不懂 估计是我们太菜了吧 就我们还可以啊 是吧 一个是 卢师主播 另外一个 也是经常做卢师节目的人呀 我好说也在 去年的时候 连续三个月登顶 还说前一千名 这个时候 他就是把墙留着 然后继续打脸 如果光比护甲的话 对面优秀会大一些 这边来了两个蓝猫的话 还是比较好解这个双子的 是的 你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说我们全民网高的 他的一个 这个 客厨人成长到了 怎样的一个属性呢 挺高的了 反正比 比这边高 啊 这边用圣盾 打掉对面的 吃掉四二 这边一把斧子 吃掉四二没有什么太多问题啊应该 还是说就吃 就吃掉一个二一就算 他不会要打脸吧 吃掉二一吧 二一四二都可以 还是打得比较稳的 然后上 要是我就上大螺丝了 他觉得他可以再憋一憋 打得有点太稳了 战时就是这样很奇怪 就是明明费用很多 很多但是我不用 对就是不让你乱斗 上咳嗽有点有点太早了 可孙上去的话 下回合直接就被斩杀掉了 这个时候上一个蓝猫 补掉对面的四缸二 然后加个盾过 就结束了 不要想了 肯定是蓝猫呀 或者再上一个 蓝猫 蓝猫 蓝猫是僧没必要再上了 我觉得 双方现在应该是要避免抽牌了 谁在抽牌 谁先进入疲劳 尤其是我们全面板高 现在甲多 如果他先抽牌的话 那么这个甲会划入乌有 那这边是蓝猫 这边是蓝猫 这边拿到一把蓝猫 那开始了 对面 我记得对面是有大软的 可能还没有摸到 有大软吗 对我上回合好像看到 是上回合吧 看到有大软 没有可能是眼花 他选择不上牌 他觉得三点伤害 并不算什么 继续过 男人 能耐得住寂寞 你意思是 女的就耐不住寂寞吗 没有没有 女的 好这边来了 小斧子 他都可以啃多 刚刚没有上学后 也是非常明智的 看来男人还是要憋得住 对对对 这边护甲蓝猫 也是叠起来了 已经有四十多点的 一个生命值 而对面已经达到了 快七十了 但对面这个护甲 就是四点 四点四点的对 都是护甲蓝猫 都是四点四点 对啊 所以他 就是 现在快爆牌了 看一下 啊 还是不上 我就等你 因为双方这一局 谁赢了之后 就可以拿到 接下来 晋级的一个入场券了 两个人都在叠 那这回合 是一定要上牌了 马洛恩不要着急啊 马洛恩千万不要着急 我觉得还能再叠一叠 这个时候马洛恩有多少 二十 十六 十六 你太着急了 克苏恩子 现在上的话 上一个实时鬼 直接被解 上一个实时鬼吧 我觉得 你觉得呢 上一个实时鬼吧 我觉得 上个 也就上一个实时鬼了吧 没牌可以上 好像没有牌可以上 你感觉实时鬼丢了吧 我上了 但实时鬼还有一个 一点的AOE 很尴尬 一直在上 是 特别尴尬 两个人都在憋牌 要上屁股吗 直接听股股太早了 你怎么赢啊 你怎么赢啊 你现在灯灯的后夹可以打你 然后灯灯 又斩杀 你一个盾猛 好像没有盾猛 有的 没拿到 有的 啊 倒数第二张不是盾猛吗 啊 猛鸡 猛鸡和盾猛分不清了 这边猛鸡 然后斩杀 这边多过一张牌啊 六张 八张 啊 那我们的全民网高 这位兄弟应该 打得要 率先动手啦 我们知道 战士打战士内战 率先动手的一方 必然是很亏的 这个四血看一下我们的 直接实时鬼砍掉 R.C.Eason 实时鬼砍掉 还能站个场 户头打击吗 嗯 她觉得留在手里没什么用呢 好吧 啊 这边继续转甲过 啊 这边拿到一张小软 小软肯定能有一半作为 吃掉有血后 是的 封了 这个牌是可以上的 想一想上不上 哈哈哈哈 好像不上 没牌可以上了 上吧 上了 科斯影响的时候 有点走 对 双方现在 基本上处于同一期保线 但是五全民网高 虽然说她科斯会没有上 那边像了个大螺丝 但是她的牌组不住啊 然后大螺丝又大链了 剪掉了六六 剪掉六六还是非常好的 那这时候只能像个女王了 去吃螺丝的炮 然后把螺丝给拿回来 但是对面肯定是要上怪的 然后看这边的话 可以剪的方式是比较多的 嗯 我们全民网高 这个同学手里的牌 你这样的牌 现在都打不出去了 还有一个 苦痛师僧 两张苦痛师僧 但是苦痛师僧上的话 很容易去过牌 如果再配合 不能上 这些牌都不能上了 现在能用 她想把这个苦痛师僧送给对面 打得巧 好惊啊 好惊啊 看一下到底是螺丝 还是我们的苦痛师僧呢 我们胜利在这一刻即将揭晓 哇 的天啊 竟然是拿到了一张苦痛师僧 六六六 强行的带了一波节奏啊 厉害厉害 还让我们这边 厉害厉害 还让我们这边 一森同学爆牌了 爆了让帮你实时轨 问题不大 这个实时轨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但是这一招伤来之笔有点六啊 对 直接把双方的卡叉拉平了 太自信了 削火直接把大罗斯撕掉 其实问题也不大 合适的 撕掉合适 没问题啊 相信自己 但是这个1-2 再抽牌的话 就比较 就比较 不好打 最后肯定是他先没有牌 直接斩杀吗 估计要斩杀 因为梅夏克孙 这么着急下斩杀 他觉得自己手里还有一张斩杀 但是 两张斩杀在手其实也是可以斩杀的 可以用一张 因为他没有其他的牌可以斩 或者上个设计 他不想让库森士森再抽牌了 估计士森现在是一个麻烦 然后他这边打脸的话 对面的护甲已经堆到67了 67这个护甲真的好高啊 没错啊 克斯文还能让他抽两张牌 对 非常的巧啊 再抽两张牌 黄金元 黄金元来了 好再包一张牌 这个护甲倒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但是对面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手牌了 我觉得如果我们的一孙同学输了 就是输在那一回合 让被我们的全名网告同学给套路了 变了那张狮狮过去 对 他这边钝猛 掉 然后黄金元的话可以直接扔掉吧 手上也没有什么 对 就是看看能不能多来点大作 哇 我们来扫一眼看一下独心者 夏克里尔 没什么用 雷德黑手也没什么用 木克拉也没什么用 好像都没有什么太大用 都是这种 都是这种 看起来好像很厉害 但是实际上很逗逼的卡 马尔 考洛克 这张牌还不错 但是如果 路亏没有用 如果他送他一张那种 伤害效果翻倍的那张牌 那张 那个武器就比较尴尬了 拿到一张发财这边 发财也还可以 还有机会啊 因为发财可以回二十多点 毕竟战士也没有什么太高的斩杀 那问题是他现在的血量不低啊 那流到最后 什么样的武器啊 竟然是 哦 引脚弓 脚透式的长弓 非常不错 解怪的时候自己有免疫的效果 那么 应该是要解掉这个七九吧 还是说不解 没有免疫效果吧 你灵魂在攻击时就 你说这张牌啊 这张牌是不是很精秀啊 我看成另外一张牌了 嗯 可能会造成视觉的偏差啊 嗯 那他这张 七九的 我看他有没有 嗯 这一套黄金园 分了一手的 程卡 管用了没几张 有张发财的 唯一的就是我们的 发财 哦 哦 对面还卡得约稳的 好 这边开始疲劳了 那疲劳的话是每回合 伤害多 地增 对 这边拿到一张什么毒素牌啊 火烟花毒素 没什么用 火腹叶草 毒素也没什么用 这边下火车网 你能够剪一下吗 但是自己没有那个乱斗了 可以 六五解掉 六六 然后砍掉 七三 但是他已经没有什么 就像之类的牌 是的 对面手里 准备两个枪枪直接给上 对面 对面 就是出来斗的 哈哈哈 恩佐斯 克斯尔 对面 这个时候也是已经没有拍到 没错 他一个展示也没有 这张牌怎么解呢 好像有点难 这个16-16 16-16的话 没有斩杀 我们看一下这种都是什么卡 哈哈哈 不好解 真的不好解 非常不好解 雷德黑手 大球场 手上也没有龙牌 没错啊 快到二路亏 你根本没有抉择 你用什么路亏啊 投了吧 算了 对面也就 还有一张女王 还有一张大光枪 也没有什么牌了 再憋一回合 看看效果 这边上了个女王 对面也没有什么怪了 你发现没有 对 庄房真的是打得到了山穷水尽 哎 他这回合我觉得可以再憋一回合了 他已经赢不了了 没办法 没必要去憋了 是啊我们